台独今孙巨变 变形当中 这个赖清德呢 崩了一下推出个和平保台 跨度挺大的 这个到底哪里有阴谋 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一场 年底下最新的一场 不是到处跟党员 党员这个面对面要这个见面吗 但说实话 这个小英看了可能会不太高兴 因为这场见面会呢 应该是你去报告 但是到最后好像就变成了一场 检讨民进党的败选大会 那有劳郑文灿不用麻烦你啊 但没办法 这个见面会到最后 就变成了一场检讨大会 检讨来检讨去 好像都没有办法不谈到小英 当然啦 孤影其名 但是名字不能讲 但事件还是跟他有关 你看到花莲这场 超过500人 党内要脚一字排开都到了 他说什么呢 如果当选党主席的话 包括社会批评 党员意见都不会回避 该开刀就开刀 更不可能 可能吗 你觉得我们来投一下票好不好 赖清德真的 他当选党主席 投额竞选 一定会当选 没有问题 该开刀就开刀 要不来读一下 他会吗 一定会凝聚全党力量 重新擦亮 清廉清正 爱乡土民进党执政品质保证 两块金字招牌 我还不知道 他有这两块金字招牌 原来有这两块 他很久很久没有讲了 两个问题 一个他能够该开刀就开刀吗 一个金字招牌 他差的量吗 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他要得到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全台湾跑透透 也一方面 拨弄 这个吸收能量 壮大自己等等 毕竟他当副总统 当的也够憋屈了 等于是杨春副总统 没有什么实权 那很多民进党党员现场放炮 放炮放什么炮 你看 面对对手铺天盖地的抹黑造谣 党却无力辟谣辩解 如同杀包党 党主席无能是不是 蔡英文无能 党员A放炮这样讲 这个意思就翻成白话文 民进党无能 对手在造谣 你们是干嘛 你们都躺平了吗 在骂谁 第二个 党员B 选举失败是因为党的派系太多 不止一盘散沙 有好几十盘的散沙 这两个都告诉大家 党中央领导无方 年轻一辈的党员说什么 民进党完全执政多年 仍然守着中华民国的国号 无法证明 让年轻人心里很难平衡 年轻的民进党党员觉得 都已经完全执政了 不是说要改国号吗 是不是 中华民国听了 看了很碍眼 对不对 怎么不改呢 蔡英文没有改 台独今孙 要不要改一下 要不要改一下 所以一开始 我先来问这个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你怎么看待 这个赖清德在现场 该开刀就开刀 还有党员们对他的期待 他做得到吗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口号 过去是这个绿色执政 品质保证 那现在怎么变成民进党执政 因为我觉得绿色的力量 可能还大过民进党 那他变成更小了 那是不是说 其他的绿色不好 所以只要靠我民进党 才能够有保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特别提到 这个年轻的党员的期待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 现在的民进党 根本没有在搞台独 他把你们教育到 有一个很仇中的思想 要台独 但是他的船已经跑了 你们都不知道吗 就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但他培养了你们这些情绪 然后你们非常的反中 抗中 然后忽然发现大人们 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 最大的一个骗局 你如果不能做 你应该要告诉年轻人 说做不到 就像陈水扁 当年执政之后 讲的这句话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而不是一路带这个情绪 好像让年轻人觉得 哇我们今天这样努力 可能就会成功了 结果这个执政之后 你民进党根本 说我是维持现状 那我觉得这个骗 是不仅是骗中间选民 也在骗自己的这个支持者 就是他根本不是这条路线的人 那我觉得执政这个 今天要检讨 那确实要检讨到自己 是非常的难 除非今天主席宣布 说你们今天可以大明大放 可是我们也看到大陆 当年大明大放 毛泽东搞出来的这个例子 绝对没有人敢直接点名的了 但是看到这些我想 这个赖金得应该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他能不能够去处理 我觉得还是一个问号 可能可以去处理一些周边的 我觉得譬如说有一些 他们认为说民进党是 这个一盘散沙 但是派系问题 你可能无法处理 但是如果今天有不合适的官员 做错了一些 真的是大家网络我们公认的战犯 那那些战犯我觉得赖金得 是应该可以处理一下的 赖金得是可以处理一下 那当然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当然可能有些思维 立即的思维是不是 当然不利于我的 就借由战犯败选这个民意 这是当然做的 这个除这而后快 但当然另一头就是说 赖金得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不管在哪个职位 他都不会改变等等 这也是对他来讲 最鲜明的一个意象 他有别于其他政治人物 最不一样的 还有包括他是一个蔡英文的受害者 对不对 在当初初选的时候 所以在他身上有这两个 很鲜明的一个意象 但是在12月24号 高雄证件会的时候 杨敏敏来看 他说民主阵营 应该要反对威权主义 台湾应该要和平保台 这句话跟这句话 突然跳到这边来 民主阵营要反对威权主义 所以台湾 但但但 这个连接词也很奇怪 但是台湾应该要和平保台 因为台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威权国家 来侵略并吞台湾 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前面丢出了和平保台 后面又告诉大家 我们做不到啦 因为有一个威权的国家 要并吞台湾嘛 否则 我们台湾应该要和平相处 但光是这个和平保台 就让大家崩了一下 眼睛亮起来 耳朵竖起来 不是抗中保台吗 对不对 现在变和平保台 当然了 抗中保台这个路线 在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 遭到了空前挫败 年轻人上战场 你知道吗 昨天有个网友抖内 他写得非常好 他说什么 你们国民党 你们蓝军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这个 票投民进党 年轻人上战场 而是要写 票投民进党 台湾变战场 我觉得是人 年轻人上战场 好像中老年人没事 但不是啊 台湾变战场 所有人无一幸免 所以民党当然也知道 这个战争feel 我以前恐吓有效 现在大家跟你说 我没教育 所以变和平保台 但他的这个本质 他的手段是不会变的嘛 所以是不是这样啊 我说一切都没有变 只是从抗中变成了和平 也就是说 抗中就等于和平 我跟美国买大量武器 就等于和平 我的所作所为的 一切一切 包括兵役延长等等等等 都叫做和平 应该说赖清德开始务实了 那个务实的财毒工作者的 务实面开始发酵了 就是说你看 而且你知道他在12月24号嘛 上个礼拜 这个把这些句话讲出来 这个礼拜的 这个败选报告里面就一段 就是说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啊 导致大家讨论兵役的疫情啊 在野党就顺着 抗中保台口号 进行负面操作 我觉得赖清德已经知道 这个报告里面会这样写了 赶快把抗中保台 进行一个新论述 所以你看看这个 漫漫漫漫漫马上也开始 选举过程 当时抗中保台 在野党一再利用这个政治操作 和平保台 漫漫马上也开始和平保台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 抗中保台 不能纯粹拿来当选举操作 因为最后会被反噬 就是去 今年 今年8月的 这个中共围台军演的这段期间 很明显嘛 你看了什么钟保了什么台嘛 是日本告诉我们 有飞弹从我们的上空飞过啊 不是我们的政府啊 所以你知道 那叫看破手脚 这样子看破手脚的行为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 是最大的危机 尤其这是国安议题 在国安议题里面 你刚刚秀芳姐讲得很好 说这个应该是台湾变战场 因为是全民要上战场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人是局外人 战争里面 特别是正是因为了俄乌战争 我们看到 我们即便我们是这个 离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有一段距离哦 可是我们是透过媒体 透过网络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战争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有多少万 数百万的难民 现在还是流落在其他国家 就乌克兰 你以为说 那个泽伦斯基跑到美国 好像一副乌克兰没事了 不是啊 现在乌克兰人 还是有大量的难民 在欧洲各国啊 流窜啊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一旦真的发生了 战争的时候 请问我们要往哪里走 我们有成为难民的可能性吗 对啊 我们也成为难民的人 那可能第一个 你要有能够永度日月坛的能力 可能有机会游到这个 宇纳国岛之类的 你很难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府 要负责任的告诉我们 你不能只讲和平宝台 现在和平宝台叫做转 就是他把那个方向盘 先转一下 接下来你踩油门 要往哪个方向 怎么走 那个导航的路线图 你要把它秀出来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说 赖金泽开始务实起来了 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台独本身跟和平 不就冲突了吗 他只要讲说 我们中华民国 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台湾 这个过去已经有过 太多犯本了 所以他也说 因为蔡总统的路线 你看等到2014年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他现在的解释 我稍微会给大家来看 他每个阶段的说法 也就是说翻成白话文 台独就是do nothing 对不对 天然台独了 我们现在呼吸 就是一个台独空气 我什么都不用做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现在他们讲 不管讲什么天然独 或是说什么 现在年轻一辈的 有一些人 甚至即便他支持 我们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是挥舞的是 千天白日满力宏的国旗 其实老实说 我们这一代可能会 对这样的东西 比较就是说 这个要分清楚 比较敏感 这个要分清楚 年轻人搞不清楚 年轻一代 中华民国台湾一样 一样 所以我觉得 赖金德感受到这个氛围 他知道说 现在年轻人 老人真的说什么 非要什么 独立建国 要改国号 没有 只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 类似我们说 所谓的台派也好 或说一些所谓的独派 他们坚持要用 所谓的建国路线 可是大部分人就说 民进党执政 中华民国跟台湾独立 不就已经画上等号了吗 那如果今天民进党 永远没有办法执政 你才有办法去打 这个叫做台独工作 就好比说 好比说 今天我们讲核能 能源的议题 民进党一执政 我就不要核电了 他已经定出了 明确的非核时间表 但为什么台独没有时间表 那奇怪了 一样是你们的 所谓的创党的精神 创党的理念 为什么执政了不去做 很明显 台独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他只能转念 这个叫 我们用我们现在的 那个网络语 叫抽换概念 把以前的那个独立建国 改换成 这就是那个走私 变成超买 对对对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但是关键是因为 赖清德要选总统了 因为我真的 我面临到要选总统 而且因为在我选总统 之前的这一场 这个国内的大选 是败选 对他造成了压力 所以他急着要 抛出新论述 那未来他会慢慢 把这个论述填饱 我想什么叫和平保台 怎么样维护和平 然后呢怎么样 所以现在就不讲 抗衡这件事情了 完全不讲 以前抗中的抗那个字 没有错在那天 这个蔡英文的 这个中外记者会当中 也是一样 他的漏漏长的论述 其实就画上了 很多的等号 这个兵役延长 等于这个台湾这个 增强防卫实力 等于和平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 这个赖清德 他的论述也一样 做的事情都没有变 路线都没有变 想法都没有变 但就是一个 走私变成超买的概念 所以所有的抗衡 过去都是抗衡 对不对 我跟你事不两立等等 但现在这个 通通都叫做和平 厉害吧 好强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 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 在现场代理党主席 陈其迈 会不会问到一个问题 赖清德是适合 总统接班人选吗 同样的问题 也有问蔡英文 那天我们不是详细的 拿出来讲吗 蔡英文称赞 赖清德的方式 真的是 听不出来有称赞的意味 大概是最奇怪的 称赞方式 那麦麦怎么说呢 麦麦说 我的答案跟蔡总统一样 我想党内也有 高度的共识 但是 好奇怪 红色的画起来 也许其他人 有不同的考量 也许党内会有 其他候选人 也说不定 然后旁边好像 这个郑文灿 就露出了一些微笑 因为民进党 还是有处理的机制 民主的程序 所以这段话 引起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想法 关于一段记者 他的这个台独论述 这个台独经孙 台独巨英的这个巨变 我们稍后一一来谈 但是我有段影片 这影片可能 你在line里面收到了 哇 被传得好广好广 那就是这位哈佛 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这个赖清德 他的这个英文 他的英文如何 这个赖清德的蔡英文 你有看过这个影片吗 我都看了好几遍 还蛮有趣的 很有疗愈效果 对于他2024年 要当一个这个领导人 跟国际对接 他的英文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可能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我们民进党的英议的名字 叫做 Democratic Democratic Poggeship Party Democratic Poggeship Party DPP 好来这个 大钱 大钱在美国念书 对 这英文的确跟 跟正常的这个水准上 有一点落差 所以 也许他在哈佛大学 念书的时候 并没有常讲吧 我只能够这么解释了 对吧 那么 我先讲一下 我看到他这个跟党员面对面 这三个党员的 这个检讨的意见 我看了之后 我就笑出来了 就如果民进党的党员 真的持这样的看法 那么民进党会继续败选下去 就民进党这次会败选 是因为被对手抹黑吗 笑死了 现在所有的媒体 都被民进党掌握了 要抹黑也要民进党 去抹黑别人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 有这个资格去抹黑民进党了 网路上全部都是 1450的地盘 但是郑文灿的官方的这个败选解讨报告 第三点也是啊 对 网路加讯息 所以我要强调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很显然的就跟事实不合 就是今天就是因为你民进党 作恶多端 多到都已经满出来了 你掌握了所有的媒体 你控制了大部分的言论 但是台湾人民仍然强烈的感受到 你施政的无能 这才是实际的这个重点 所以跟这个什么民进党 变成沙包党有什么关系 跟党内的派系众多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讲说因为分裂而败选 国民党这些还有几个县市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应该是国民党自己的检讨报告 我们有几个县市 如果能够把它整合成功 我们不会败选的 轮到什么时候 轮到民进党的这个败选的理由 那你更不要讲说 这个台湾有没有证明的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民进党的这个败选 还是打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上 民进党永远都不会搞清楚 他真正败选的原因的 那么看到了赖清德对外的讲话 从这个民进党原本的抗中宝台 到和平宝台 其实并不意外 就是以赖清德的血统来讲 他当然要想办法 尽量把它往这个光谱的中间移动 但是有一点困难的原因是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赖清德背后的支持力量 都是坚决支持台独的人 这一点是你改不了的 就除非今天你赖清德赶出来 跟独派划清界限 否则过去这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大家都看得出来 什么孤宽敏啊 这些大佬是整个体力的 但我就要问你 他这样讲是不是因为独派 老兵凋零啊 我认为他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他知道他如果想要选总统 他必须要往光谱的中间靠来 他必须要模糊掉他原本的 非常清晰的独派色彩 可是这一点非常困难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移动 会让外界觉得很不自然 你早一点移动就移动了 你早不移动晚不移动 现在你要选总统了 你忽然跑出来讲这个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一直以为 他说我只要讲一句话 叫做台湾不用再宣布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独立了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认为讲了这句话之后就没事了 他就不是台独了 鬼扯啊 讲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台独吗 就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在意的不是你台湾叫什么名字而已 他在意的是你台湾怎么看 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彼此还有没有这个 主权争议的地方存在 如果你现在把它一刀切得干干净净净 说我台湾现在早就独立了 我现在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叫做中华民国 我跟中国大陆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我们就是国家对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你就是标准的台独啊 你以为你今天玩了这个文字游戏 中国大陆就会认为说 哦 赖清德看起来 他还是热爱中华民国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台独的工作者 这不是白痴吗 就是说这个论述 你怎么会期待说 中国大陆会买这张单呢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不买这张单 那两岸关系 根本不可能有改善 所以你赖清德想要成为一个 带领台湾往前走 给台湾和平安定的总统 当然会有实质的困难了 那第三点更不要讲了 说好 我现在不讲抗中 我就讲和平保台 那你接下来 你要继续跟美国老大哥走吧 你要不要跟他走呢 你如果跟他走不就是抗中吗 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就在美中对决的过程当中 对他做的是抗中的事 但是嘴巴讲的是和平啊 所以他今天现在讲了所有的东西 从抗中保台变成和平保台 从台湾独立变成 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到他强调 不断的强调和平的重要性 其实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 他知道他如果要选大位 他必须要往光谱的中间移 第二 民进党上下都知道 他们玩抗中保台玩过火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 一个新的民进党的和平 骗术出炉了吗 当然了 因为他们原本认为 抗中保台这件事情 可以无限上纲 可以无限扩大的去玩 所以玩过火了 玩到了我们看到 连台海中线也没有了 我们的领空领海随时会被侵扰 我们的中国大陆的飞机船舰 经过海峡中线 现在变成稀松平常的事了 台湾民众不是没有感觉的 那天25号71艘共机来 我们的国防部就发个新闻稿 网友说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 台湾的民众感受到更强烈的是 刚才杨敏讲的 我们要上战场 以前的战争什么战壕 这种都电影里头看的 历史故事 现在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说 我们要上战场了 我们的孩子要上战场了 台湾要变战场了 这个时候台湾人民感受很强烈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 台湾孩子还发战壕 连种个树都不会啊 他现在就还发现要玩过头了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个关键问题是 你民进党要不要跟着美国走 如果你接下来的日子 还是要跟着美国走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宣誓 你跟中国大陆之间 剑把弩张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善的 所以民进党现在要思考的是 你只是出张嘴讲和平保台 还是你要在实际的行动上 真正做到和平保台 那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 我花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 他这个论述主张的改变 事实上大家过去都认为 他应该是个坚定的 而且比较勇敢的台独工作者 他在当行政院长 立法院里面讲 对不对 我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公然讲 说实话那时候国际建议也好 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多大 但他说我在任何一个职位上 我都不会改变 给他一个赞 然后呢 然后现在就变成和平保台了 他的一切的论述 帮自己来解套 是不是 他在12月24号高雄证件会的时候 丢出和平保台 往前来看 11月3号在结束帛琉访问行程的时候 重申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然后告诉大家呢 他的台独工作者有什么样的变化 赖清德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他未来不但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非常可能成为民进党2024的候选人 甚至很可能成为台湾下任的新总统 所以他的论述台独工作者 他自己怎么解套呢 11月3号结束帛琉访问的时候 他说美中台对台独意义有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解读 特别是当下台湾独立是指什么呢 指台湾不属于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这是台湾社会的共识 那么我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没有路线微调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既存在的事实 不需要行动 浑然天成 现在我们所站在的地方 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就这个意思 那在2017年再往前推 2017年9月26号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 他这样讲啊 我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单元哪个职务都不会改变 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 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 就呼应台独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 这么简单 那其他人不是想说 天哪 你是怎样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条解读方法 我觉得很神 对不对 那我就跟大家宣布 我已经是宇宙无敌世界第一了 这是个天然的存在 对不对 不需要努力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再往前推 在6月18号 在美国新泽西州演讲的时候 有一段话倒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台独 我们看到民进党这几年 不断要从文化 从各方面来切断 特别是文化方面 但这个时候的赖清德怎么说呢 台湾跟中国是文化同源 他承认是文化同源 文化同源 地缘位置相依 所以一个进步的台湾 可以带动一个繁荣的中国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国 可以提供安全的台湾 然后唯有亲中爱台论 是以台湾为核心 并且琢磨于中国的关系 亲中爱台论 不只是爱台湾 也是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 透过交流来增进和平发展 所以这个阎老师 你给大家谈一下好不好 这段就看着大家很乱嘛 对不对 之前抗中保台 台独工作者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在哪个职位台独不会变 然后你又突然来个什么亲中保台 伸出友谊的双手 然后什么繁荣进步 什么文化同源 在选举的时候 说真的 大部分的台湾民众 尤其是年轻一辈 对于这些什么台独论述等等 真的不太了解 像杨敏讲 台湾跟中华民国 也搞不太清楚 对不对 大陆跟中国的概念 也搞不太清楚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完全搞不太清楚 所以将来真的 他可能用像这样的一些论述 拿到一些怎么讲 其实是懒得年轻人的选票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他亲中爱台啊 首先我要讲一下 我觉得他就是回到原点 他这个最早 这个New Jersey这个演讲 那感觉上好像是非常 对对岸释出一个 和平的一个善意嘛 但是回到台湾 在立法院回答的时候 又有一个不同的说法 就是说他自己是务实的 但是他又说已经不需要做了 那这个就表示 哇这个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务实工作了 没有工作了 Mission accomplished 对不对 Mission accomplished 就已经不需要做了 不是impossible 已经 accomplished 那就不需要做了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 在美国New Jersey的演讲 跟他最近的讲话 其实答案都是一样 要讲给美国人听 因为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在2012年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还没有提出维持现状 所以美国人是不挺他的 2016年他那时候觉得 要改变了 所以要提出一个维持现状 就是美国人希望你讲什么 你还是最好讲 因为否则的话 他对你的态度 他会认为你是片面改变现状 我觉得这个是 赖进的最务实的地方 就是他两个都要 他就说 又要好像把这个深绿的 要维持他这个长期一个 我们讲说在意识形态上面 是比较纯净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又想夺大胃 又想务实来拿到这个 所以这个阴谋 其实就是选票的极大化 我觉得就是当然是了 就和平保台 但是问题在这 我想这个口号喊多了以后 大家就会问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可以和平保台 为什么我们兵役要延长 他现在就告诉你 因为兵役延长 我们就可以和平保台 可是问题在这里 如果说今天 狗牙尾巴 我今天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延长兵役 是一个嚇阻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训练得很好 对岸看了 我们念的功夫不错 就是说他也没有来 觉得说我没有必要打你 因为打你 我可能会伤自己 这个可以 可是他看到你 当我演习的时候 你毫无反应 我们台湾的也是很奇怪 这个让大家非常震惊 不是我们为什么连自己 做一个动作都不做 假装做一下也可以吧 你说我们这么多 要全民接兵 后备军人怎么 就是说如果说是一无一要参与 那至少我们做个演习 让大家看看 这个指挥交通的情况怎么样 万一真的是 就是你不是在那边说 两点钟 一点钟到两点钟 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大家不能出去 就躲在餐厅吃饭 吃完饭一结束都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假的 你真的演习就是说马上 就是要你知道你要去躲到哪里 而且以前供机 没有来的时候 刚开始来 我们的战机还会起飞 空中还会互呛一下 对对对互呛一下 然后还会把这个文字党弄出来 对半飞 然后这个还会想 他们讲了什么很呛 我们怎么怎么回应 保持我们的尊严 然后当他们大举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讲话了 然后飞弹过去的时候 我们也不讲话 也不告诉大家 然后七十一架次来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就变成了新闻单位 发个新闻稿告诉大家有这回事 全部躺平 而且和平保台 和平常常我们讲说和平 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 现在在打仗 对不对 那大家讲到和平和谈 peace talk 要有谈话吧 要有对话吧 对 才会有和平吗 哪有说坐在那里和平就来了 please no talk 我觉得不行的 还是要有这个对话 那民进党现在这个 不对话的状况 如果不改变 我觉得很难 要不要回到 赖金的干脆回到 陈碎扁那个时候 喊话嘛 说我要跟习近平在哪里见面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做 如果说 如果我当选 我要跟谁 就是学陈碎扁一样 有一个对话 我觉得才有和平 海荒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秘制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3 4 4 5 5 6 9